哎呀我是阿核 好這個這顆 之前一直說要休息的這一顆 這個這包什麼坡 然後 然後你們大家可以看到 看這張半邊有長這半邊沒長 好所以我就懷疑 他是不是跟 有一半 就是剛好這半邊的跟 就是長不好然後現在就是我剛剛已經把 那個戒指都清掉好就可以看到 有生長的這一邊 他就可以看到那種咖啡色的跟好就是有有找咖啡色跟就是長 剛長沒多久 好啊這半邊都沒有跟 就是都沒有那個咖啡色跟所以就跟我想一樣就是這半邊 好這半面跟已經 就是不健康所以他這 這個這半蟲 好 這半蟲都沒長而且還汁一直乾掉 好所以趕快趕快撐這個時候就換盆 好換盆 那他這個 其實這個根系也沒有什麼好處理 就 哪有 我 這個根長得縮實在是其實不多 因為他原本的戒指是填尾圖 填尾圖就 不太好控制膠水 所以他那個 就長不好 因為空氣流通不好根就長不好 好所以 所以這盆也沒有什麼要做特別處理 就是換換戒指而已 好那我 那我現在就是說 那現在因為他 他不是算很健康 所以不能再说做别的处理 因为我现在就是打 我还打算说 把他 把这镜头拉近一点 好这半边 如果这样看过来会看清楚吗 好他这边一个主干是这样长过来 然后这反正他主干上来就这边左右分叉 好啊 这个地方是太粗了 好这没什么造型 这一颗没什么造型他只是长很密而已 所以我现在就是想说 好我要把 我要把 我把这一边 高压下来 但是因为他现在不健康 所以就不能做 当然就不能现在就做高压 现在就是只能把他种回去 种回去把 让他再重新生长 好拉 这半边的根 长回来 好 啊里面的枯枝我们就稍微处理一下 干掉很多 那根就不健康 那填尾图 因为我那时候买来的时候 就已经过了换盆的时候 所以就没有处理 就没有处理 结果他就 越干越多 啊 其实 这没有什么 里面有什么要用的 现在就是 现在能做就是 种回去 让他长 从长 好主要是让他从长根 啊他这边这就不健康 他根 不知道会不会长回来 因为这已经都 干到都 掉了超多叶子 你又可以明显在夜量差超多 好这样 夜量差超级多 如果再不管啊 这边可能就整个枯死 好 所以就 所以刚好撑的时候 处理 啊 他 这长那么密啊 好 这一颗反正这颗 只能等他从长回来 再说 跟大家说怎么处理 好 这个让他从长 啊我根 就 撿一撿了 啊这个 比较上面根就不要 好 啊他这根 他这根长得还 就是没有比较粗的主根 好反正我先一次前短 好反正我先一次前短 所以要剪 就整个剪短 好啊这边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也要剪 因为你以后要入前本 这个地方的根 好会变得顶到 所以 会摊不平 所以这里就剪掉 这边出根就剪掉 终于这边下了 这边的终于 这边还要剪下了 所以 说 咱们 做 咱们 想 这边 说 这边 ок 好,這樣就好 看一下,這邊有一條比較粗的 這邊這個太粗的就要剪短 剪短一點 讓它重長 不然到時候你要換小粉進去 這樣剪一剪 其實我這樣剪得很多 因為柏類剪這樣還沒什麼關係 看你敢這樣剪就剪了 好,就這樣了 這樣再種回去 然後順便看一下 整個乾掉的再剪一剪 好,這一顆 這一顆 我們從這底下看 它的代支已經非常多 一代支 二代支 三代支 四代支 現在第四代支 所以它分支已經分得很好 所以基本上這一顆 而且有長那麼密 就可以剪 可以剪的東西很多 好,如果像看我現在這樣子 這邊看得到 哎,這背光 好,這樣子 如果說我把這邊高壓下來的話 它這個就整個這樣轉折過來 這邊這麼多 你就可以修剪 就很多地方 到時候就比較選擇比較好選擇 啊,這底下 這個太小隻了 這就剪掉 因為照不到光 好,而且它本來就已經枯了 它就是照不到光 枯掉 這種 這種第一次換盆 這根就要剪比較多 這就乾掉 其實沒解沒差 因為它現在 你現在這一顆就沒有要造型 這乾掉超多隻 好 就這樣 就清他用用 啊,這條粗的再剪好了 好 因為 可以看到 背光 太大蟲了 這個蟲 都蓋到影子 好,這邊 你要把這根捏下來 這條這粗的 就這樣子 它也壓不下來 好,所以這條就剪掉 好 就這樣 然後再種回去 好,希望它根可以重長 好 那 這個上盆 我就不拍了 好,就這樣 好 只是跟大家講一下這一顆狀況 好 拜拜